巴尔干半岛国家塞尔维亚17日举行的国会大选 选举结束预计会在19日公布 不过塞尔维亚总统伍契奇17日就提前宣布 他所领导的政党在选举中拿下了多处的席次 将继续执政 对此在一党是随即批评伍契奇介入选举 还发生疑似买票跟未造签名的事件 塞尔维亚今日举行国会大选 总统伍契奇在17日宣布 他的政党在总共250个席次的大选中 取得压倒性胜利 选举结果也将会让武器器所领导的塞尔维亚进步党继续执政 但是这也让在野的反对党直指选举不公平 更有声音指出武器器介入选举 塞尔维亚反对暴力联盟的领袖拉佐维奇就表示 选举有很多违规的地方 更提到疑似有买票的行为 而塞尔维亚与周边的科索沃 由于主权争议长期处于紧张关系 过去一年来也曾出现过塞尔维亚军队 在科索沃边境大规模挤劫的状况 这次塞尔维亚的大选结果 也因此受到国籍关注 欢迎新闻张安君继续报道 好 以色列现在也杠上伊朗了吗 在伊朗就传出有几处加油站 被网络攻击被迫中断了服务 而伊朗方面现在也指出 发动网络攻击的骇客组织 就是和以色列有关 不过以色列当局 则是没有正面的回应这件事 贴在栅栏上的白纸卸着 由于发生故障加油站暂时关闭 伸缩栅栏挡在门口 民众只能在外面排队 等到加油站开才能进去加油 伊朗18日传出有好几个加油站的服务 遭到网络攻击因而中断 伊朗国营电视报导指出 骇客组织Predatory Sparrow 声称他们犯下此案 德黑兰当局更指控 这个骇客组织与以色列有所关联 不只是伊朗方面如此声称 就连以色列当地媒体也报道这项说法 虽然被指控与骇客组织有关 以色列目前没有明确 对这起攻击事件发表评论 不过以色列负责网络犯罪的机构 在稍早表示伊朗籍黎巴嫩真主党 在大概三个礼拜前 曾经企图对以色列北部的一家医院 发动网络攻击 虽然最后这起攻击被成功揽下 但骇客还是窃取到一些敏感的资讯 而且以色列现在对于北方的真主党 也相当忌惮 以色列现在正试图驱赶在以色列北部 与里巴嫩边境的真主党部队 要求他们退到利塔尼河以北的地方 以军更表示 如果无法透过协议达成 也有可能会以武力行动 落实这个目标 欢迎新闻赵安君 不过哈马斯现在手上 还有不少以色列的人质 最新影片也曝光 这些人质当中 有不少都是已经年纪苍苍的年长者 他们不但要面对的是恶劣的环境 还有慢性病的问题 不过就在同一时间 以色列的军队也传出了 误杀人质的消息 现在让以色列恐怕更难面对 国内着急的人质家属 三名以色列人质已自排开 都已经是白发苍苍的年长者 哈马斯在18日 透过Telegram 释出最新的人质影片 三名年届80的人质 提到他们和其他年长者 关在一起 不但有慢性疾病的问题 而且还住在恶劣的环境下 哈马斯此时释出影片 就是为了用人质 逼以色列停火 还讲明了不停火 人质释放就没得谈 然而以色列人不改武力 肃清哈马斯的立场 乃至传出悲剧 以色列国防军在15号时 于加萨城误杀三名人质 当时三人赤裸上身 从建筑物中走出来 其中一人还守举着 代表投降的白布 然而以色列士兵 与三人距离数十公尺 无法辨识出对方的身份 认定他们为武装分子 进而开枪 两名人质当场死亡 一人受伤并逃回建筑物内 而部队在听见人质 以希伯来文发出呼救声后 才下令停火 但受伤人质 稍后重新出现时 人被枪击丧命 白布上写下SOS的求救标志 这是以军误杀三人后 在他们躲藏的建筑物外墙发现 以色列目前仍有 100多名人质被扣在加萨 纳坦雅胡政府 如何面对人质家属 也成为一大内政难题 环宇新闻诚意综合报导 另外一大战场是乌俄战争 进入到了冬季 双方都是炮火猛烈 17号乌克兰跟俄罗斯 向对方领空 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 俄军在奥德萨的攻势 造成了一个人丧身 乌克兰的行动 是以军用机场为主 当做的主要目标 美国总统拜登先前曾经说过 俄罗斯侵略完乌克兰 下一步就是要攻击北约国家 不过遭到普丁否认 熊熊大火剧烈燃烧 使消防人员疲于奔命 无助的居民抱着爱犬 在寒风中等待救援 俄军17日 针对乌克兰奥德萨地区 展开了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 造成人员伤亡 多栋房屋毁于一旦 让无辜的居民无家可归 眼看俄军攻势越来越猛烈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曾说 要是不阻止俄罗斯继续侵略乌克兰 接下来遭殃的恐怕就是北约国家 对此俄国总统普丁给出了回应 在另一方面 乌军也不愿坐以待毙 同样在17日瞄准俄国军用机场 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 对此俄国军事部门表示空军基地 有一架轰炸机轻为受损 与此同时 乌军也收到了瑞典提供的 弓箭手榴弹炮 并且对这样武器赞誉有加 为了打赢这场为师将近两年的硬仗 乌军近期可以说是卯足了权力 士兵们纷纷在冰天雪地的恶劣天气中 对抗不断向前推进的俄军 只希望可以尽快结束这场血腥战争 将和平与安稳还给乌克兰的平民百姓 还为了反制中俄势力 肯亚跟欧盟在历经多年协商之后 终于在18号签署了历史性的经济伙伴协定 让肯亚的货物可以享有免税进入到欧盟市场的待遇 这是欧盟2016年来跟非洲国家签署的 第一项广泛贸易协定 这一项合作也被视为是欧非 共同要反制俄罗斯跟中国的一项措施 双方握手象征协议达成 在国际情势动荡 非洲逐渐成为欧美及俄中等国角力战场之际 欧盟和肯亚历经多年协商后 终于在18日签署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伙伴协定 以促进双边活物流动 而这也是欧盟自2016年以来 与非洲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广泛贸易协定 欧盟主委会主席范德赖恩表示 这项伙伴关系将为双方创造双赢 并且呼吁其他东非国家也加入这项协定 事实上自恶物战争开达以来 俄罗斯中国也积极向肯亚和其他非洲国家献殷勤 然而肯亚作为东非主要经济体之一 被国际社会视为多数动荡的非洲国家中 较为可靠且稳定的民主政体 因此该国决定与西方国家携手反制二中两国 在非洲地区的影响力 也是不少人意料之内的选择 而浙江如何改变非洲区域的地缘政治情势 仍有待观察 欢迎新闻社会生总好报道 这节目欢迎到话题 我们来聊聊Apple Watch的超行买器 以及专利纠纷 苹果两款最新的智慧手表 Apple Watch Series 9还有Ultra 2 即将面临美国的销售禁令 原因是牵涉到技术专利的纠纷 今年10月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 苹果新手表配备的斜氧感测功能 侵害了医疗设备商Massimo的专利 而苹果方面也决定将在12月底 停售两件侵权的产品 好 虽然苹果先前也曾因为法律周分 导致部分产品在某些的国家进卖 但这一回却让苹果高层特别的头痛 为什么呢 因为据统计Apple Watch是苹果公司 穿戴式配件的核心产品 这块业务每年营收超过400亿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一兆2000亿 在2023年截至9月 光是Apple Watch就赚进了170亿美元 折合新台币5300亿 但更惨的是这次的销售禁令 恰逢耶旦节档期 势必冲击到美国市场最畅销的商品之一 那么这上百亿美元的业务该如何拯救呢 有一种方法就是苹果与Massimo达成和解 但依照观察人士的分析 这不太可能发生 而目前苹果采取的做法 则是对写氧感测的技术进行软体的调整 试图得到监管机构的认可 有效显示就透露了由于苹果内部的软体测试 流程相当陋长 而且还需要确保任何的调整都不会影响到 手表其他功能 因此整个修补的过程可能长达好几个月 但即便如此 苹果还是甘愿付出新鲜 再怎么样也得让主力的商品重新上市 听到这里 大家一定能感受出苹果对Apple Watch的重视了 事实上公司2024年的更新重点就放在传戴式的装置上 而Apple Watch除了推出新的外观设计 还预计开发更齐全的健康功能 包括血压的检测 以及睡眠呼吸中止的侦测 这代表要是苹果能顺利解决侵权问题 又成功利用新功能推动产品销售 Apple Watch有望在迎来十周年之际 进一步创造亮眼的销售成绩 以上就是这节的环宇大话题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今天是下台南职工赖清德的本命区 扫街败票冲选情 针对绿营猛攻新北温载郡重化案 她说连蔡英文都称赞了 赖清德难道是要抹黑吗 似乎在偷偷酸因赖心结 不过最近民调渐入家境 平面媒体调查已经追评赖销配 赵绍康就说要冲选票就是要靠韩国瑜 被相亲热情簇拥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再度到台南职工赖清德 本命区继续催选票 不过面对民进党 皇宫温子尊重化案 侯友宜也不忍了 前几天蔡总统来公开表扬 分载禁的四地重化 得到杰出了公务人员的贡献奖 赖清德 你跟蔡总统是怎样 到参加的过程你就杀这个来抹黑 侯友宜挑起因赖心结 重炮回击民进党 而根据联合报最新民调 活康配正式和赖销配达成平手 双方都是31% 柯颖配则是21%垫底 另一份美丽岛民调 则是些微落后赖销配 赵超康点名韩国瑜就是关键 因为像是挺韩五虎将 陈清茂就跑去挺柯问哲 甚至要帮忙办周六的 高雄万人造势 如今也被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开闸 我不看便 因为我的阿部正式去参加 你们就要开赌了 跟韩国努市长 不管是公开 或是苏州的活动是非常良好 尤其我们韩市长 也有剖出一个拜访的商品 只是蓝军部只要全力找回韩粉 更重要的还有要抢柯文哲的支持者 民调显示如果发生气饱 柯粉有四成九会投给侯康配 两成四投赖销配 柯文哲如果再往下调的话 看起来对侯康是比 对赖销有利 到韩国瑜其实我觉得他 那个其实是有点抱怨的意思 在总统这块 你看到他的同台之类 同台的状况的确少了一些 一直都觉得韩粉跟柯粉 有一部分的重叠 一趴两趴其实就是 你整个输赢跟气势的关键 虎康配要凭2024政党轮替 如今不止各县市母鸡 全台辅选 更要把所有流失的蓝营力量 全部找回来 欢迎新闻林伟 凯庄品达 叶宇娜台北高雄综合报道 赖销德最近真的是争议不断 万里老家的违贱争议 一直都是蓝白阵营的猛打焦点 在Google地图名称 更是被网友恶搞成为 赖皮疗 不但蓝营议员争相去打卡 柯文哲还喊话 要赖销德赶快处理 今天又再报 说赖销德竞选总干事潘梦安 和能源公司联合再生 有官商勾结 北市议员许巧新 在镜头前开心比叶 这背景怎么有点熟悉 仔细看是赖销德的万里老家 维建争议延烧多日 赖销德老家 现在成了网路热门打卡景点 许巧新也要参一咖 俏皮打卡 要大家看看贴掉了什么字 赖销德才发现是副总统 成长老家 当年外里采矿 留下了既有建筑合法存在的 矿工工僚 在民国77年废止矿权之后 受限中央与地方 没有进一步处理地幕的变更 导致防射至今无法合法化 但对手故意以规范一般住宅的 区域规划法来抹黑谩骂 猴科直接开酸 不仅如此民众党打铁趁热 再报民进党打着绿能名号 被地理搞官商勾结 表面上是所谓的绿能国家队 事实上根本就是一个绿营权贵 爆料联合再生有复杂政商关系 董事长洪泉宪和政委张景森 关系密切 还有一号关键人物 我们今天记者会的另一位主角 潘孟安 2020年3月在请客楼的那场密会 不管是张景森 还是龚明星 还是潘孟安 我相信你们一定记忆犹新 张景森 跟潘孟安彼此之间 跟联合再生又有什么关系 赖清德竞选总干事潘孟安 又是跟绿能业者关系密切 选战关键时刻 蓝白接连开轰 不让争议轻易画下句点 换圈的宋军 单纯还在新北采访报道 美景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身陷违建争议 不止今生老家 现在台南市竞选总部 也被检举违规使用 国民党议员大呛 不要只有绿能 其他政党不能 至于赖清德台南竞选总部的 总干事则澄清 一切都是合法成租 南市府会看过后 也确定了没有违建疑虑 绿色大看板赖清德肖美琴超级醒目 一旁就是赖萧佩的台南竞选总部 不过现在被人检举违法使用 国民党猛攻赖清德大呛绿能你不能 因为台南的竞选总部事实上是某建设公司的小售会馆 白话一点说就是建设样品屋 但自治条例明定样品屋设置不得作为样品屋以外目的使用 现在市府会看过后确定没有违建疑虑 选前倒数一言一行都被放大检视 台北中正万华选区三角都选举竞争激烈 民进党候选人吴佩毅 请来了北市竞总主委陈时中合体扫街拼路站 连看板也和对手钟小平针锋相对 让五党籍参选的于美人出面喊话 他说看不惯互相打看板站的方式 所以要设雷台邀请竞选对手一起辩论证件 顶着风雨握住美意双手 台北市立委参选人吴佩毅 合体北市竞总主委陈时中张茂南 进军蒙甲商圈拼路站 北市中正万华选情超激烈 十人强意习意就连选举看板也要 针锋相对 来到台北万华康定路贵阳街十字路口 抬头就能看见钟小平 吴佩毅隔空校正 钟小平抢先挂商看板 写着万华不是破口要下架民进党 吴佩毅不甘示弱 看板指着上方说要下架罪混小平哥 还授出议会质询提案表现 封钟小平为翘板大王 拿20年前的满意度 这个我想这个大家在地的民众 大家会很有感受 看看钟小平的政绩 20年前就是台北市 问证满意度第一名的事业 我是觉得这样的看板 在钟正万华 我真的是看不下去 武党给予美人大酸 这是玄力为不是小孩吵架 更邀请吴佩毅 钟小平跟他来场公开辩论 人民真的不想要看到 这样子的东西 人民呢要听的是政见 我来设一个擂台 我们大家来讲政见 他不是武党 也不是白皮绿虎 他就是绿的 我一直都非常的希望 跟候选人之间 可以针对钟正万华区的理念 跟建设价值来进行讨论 钟正万华 蓝绿白 撒卡都 从选赞民调到看板护杠 就看最后关头 谁能获得选民青睐 欢迎新闻吴志恒科举台北采访报道 中日选区激战 国民党的严宽恒 今天到台中地检署提告林静怡 只称自己参前会选 前进后谢假民调恐吓选民 已经违反了选霸法意图 使人不当选 而林静怡还反酸严宽恒 请她先面对自己的争议案件 国民党严宽恒亲自出马 到台中地检署控告对手林静怡 意图使人不当选 就是因为12月7号 林静怡这场记者会 指控严宽恒参会会选 前进后谢 以及假民调恐吓选民 他要去提告 我们当然欢迎 我们也会充分的来面对 林静怡也没再怕 还讽刺言宽恒 只要是跟自己有关的案件 就抹黑司法 说是政治追杀 你现在在法院是有被起诉的一个案件 建树的提醒你跟你的证人 赶快来出面作证 即使你当选 你不会因为再一次的有贪污被判刑的事件 而让台中市第二选区 因为严家要有第三次的普选 林静怡立委从过去到现在 不断在任何各种方式 直接用指明道姓的方法 来对我个人进行这种抹黑造谣 我是要呼吁他 不要再这样子浪费司法的资源 台中相来被视为选战摇摆区 中二选区更是激战 根据网路媒体11月中旬的调查 林静怡当选率50.3% 严宽恒则是49.7% 双方差距仅仅0.6% 一个要争取连任 一个是想卷土重来 重战严加光芒 蓝绿狭路相逢 欢迎新闻 红世辰 朱家松 刘北瑶 台中采访报道 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铁 今天下午是无预警抛出了震撼弹 宣布董事长刘德英 不再参与下届的董事提名 并且将在2024年股东大会后正式退休 而同一时间台积电也表示 现任总裁副董事长魏哲嘉 受到推荐为下届董事长 确切结果仍旧以明年6月 董事会选举结果为主 招牌西装 亲切笑容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出席公开场合 总是笑容满面 但按人生下半场 他有新规划 台积电董事会19日 投下业见震撼弹 宣布刘德英从明年起 将不再参与下届董事提名 并于明年股东大会后正式退休 摊开刘德英过往经历 经营手腕高超 让他带领台积电迈向国际 刘德英年轻时任职云 Intel而后1993年加入台积公司 1995年陪着台积电建立了台湾首座 八寸晶圆厂 随后在2012年和魏哲嘉一同担任 台积电共同营运长 并于2018年创办人张忠谋退休后 接任董事长职位至今 时间长达六年 其实刘董事长接任之后 所直接面临的就是美中的贸易战 甚至于是说来自于美国的 晶片法案对于台积电所施加的压力 所以来自于国内外的重重的压力之下的话 其实这六年当中 其实刘董事长确实是非常的辛苦 刘德英退休后谁来接棒 台积电董事会也宣布了 现任台积电的总裁兼副董事长魏哲嘉被轻点 回过头来看当初张忠谋 让两人担任共同营运长的决定 似乎早就埋下伏笔 如果魏来是由魏哲嘉来接任台积电的话 其实原则上 其实他对台积电的把握非常的高 最起码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当中的话 台积电并不会因为更换一个董事长 所以说他的整个的一个竞争力就会出现衰退 台积电依然还是会往正确的方向进行 刘德英也说把台积电造成业界指标企业 他退而不休 希望多点时间陪伴家人 也要以不同的方式回馈积累数十年的半导体经验 海语新闻 陈世雄 张亚珠台北报道 为了报复以色列在加萨的军事行动 燕门叛军近期是屡在红海攻击商船 包括了台湾的长荣 阳明 以及万海在内的全球商船 陆续宣布要停驶红海绕道好望角 而这恐怕就会造成航程增加两个礼拜 也因为红海是原油能源和全球消费品重要航线 恐怕会因此推升了国际油价 一个个蒙面人从直升机跳下挟持了船上的成员 这是叶门青年运动胡塞组织 为了支持哈马斯在贸易要道扩大攻击 驶向以色列港口的船只 让全球航运无巨头全面宣布停驶红海 全球航运陷入混乱 算一算苏伊士运河占全球货柜 航运量近40% 若接下来货柜轮全绕道好望角 不仅会让航程至少延长10到14天 造成燃料成本上扬 刺激全球原油价格飙涨 运价保险费恐怕也会一去不复返 苏伊士运河这个航道不是台湾外贸 或是说台湾所处的供应链 最主要的一个航道 那最主要台湾还是整个是在太平洋这一头 如果一直没有办法落幕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会让这个能源价格 运价上扬 而且会阻碍到整个供应链的运行 运价飙升下台湾航运股应声大涨 19日由货柜三雄领军 扬名盘中一度上涨预5% 最终收在49.3元 长荣跟万海爷在盘中上扬预3%及2% 中厂分别收在147元及52.3元 这是一个短期而且是突发性的一个状况 如果说没有这种巴拿马 苏伊士运河出问题的话 正常来讲的话 金明两年的运价都不容易出现大涨的一个情况 比较有可能是到农历年前 就怕2021年苏伊士大牌长荣事件再度重演 分析师也预估 若以巴局势持续升温 航运供应链混乱 台湾恐怕也难逃一劫 欢迎新闻 陈世雄 张亚珠台北报道 而号称金饭碗的公股银行 将迎来战后婴儿退休潮 也启动了2024年征财计划 预估未来八大公股银 每年都有破千名员工退休 加上公股银积极转型 明年将开出5000个征财名额 包括了华南银行 第一银行 彰化银行等 都有上百名职缺 同时也有调薪计划 招财也留财 长久的观念就是觉得铁换丸 大学毕业生或是 那个社会新鲜人 都会想要去走这一块这样子 将到金融业 第一印象就是钱多多 占后婴儿潮将至 每年破千人的退休潮 蠢蠢欲动 公股银行求财若客 张花银行明年预计招募 一般行员 资讯人员等 350名以上的缺额 华南银行也加速推动 数位转型 预计真财800名 低银行开缺500名职缺 合库 台银 土银等 也在规划中 整体开出将近5000个名额 薪水大约都落在3.5万到5.4万元 因退休潮 以及年终奖金的理财热之外 当然某种程度上 也要因应所谓金融的一个转型 不知找人也要同步留财 启动加薪计划 台七银 第一银 预计调薪4% 民意银行也不甘示弱 永丰银喊出高于公股银 明年全体员工调薪5% 包括富邦金 中信金 也表示明年有机会加薪 民营亮点在于薪水弹性高 公股则是奖金稳定 应该是民营的 应该比较有弹性吧 人家不是说政府机关 就是铁饭碗 可能相对稳定这样吗 民营的比较 比较有一些竞争 然后也比较有一些创新 薪资稳定年中可期 人人都想要捧金饭碗 但是也要有三两三 才能成功登上金山 欢迎新闻王俊宏 邱子玲 台北报导 世界局势变化莫测 你我都身在其中 国际间合纵连横 外交 政治 经济 军事 科技 无所不争 无所不战 环球大战线 全方位观点 与您一起剖析战略 走进环球竞争最前线